字幕提供 對,在物質裡面有磁場,也會有什麼樣的跨幅 好,我們定義了這個M,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H 那麼磁場就是μ0分之B 寫掉M 啊,關於這個M 我們有兩點的話注意 如果 有靠M 不為0的情況呢 就會看到這個 滿台的1000CURRENT 那我們 這畫圖大概像這樣 你有一個 不為0的CURRENT 你就拿手一擠 看這個CASE的話 它的CURRENT就是進去的 這樣比1000而已 它都是進去 所以你有一個不為0的CURRENT 你就會看到 你就會看到電流 另外一個勒就是 最表面的M 也會有電流的 形式 它叫做 Surface Glidation Surface Charge 10 那我們畫的大概是這樣 總之呢 大家看到M要想到 它就是 一個環狀的電流 一個LOOP 那就跟我們P會想到一個正負Charge 分離的情況 那我們看到 小小的Mine Cycle 我們就要想到一個CURRENT 所以像他這個情況 你就想到這樣的CURRENT 這樣的CURRENT 你每個M 會對應到這樣的CURRENT 那這邊也是一樣 你有這樣 出來的M的話 你的CURRENT 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你在最上面 你就會看到這個 表面電流 你就會看到表面電流 你在最下面 你就會看到 反方向的表面電流 那你與其 你看這個M 譬如說我現在畫出來 是過來了 然後 N是Surface 是向外的 這樣 你就可以看到 最上面的Surface CURRENT 就會往這邊 那如果你用這樣CURRENT 的話 最下面的Surface CURRENT 就往這邊 那你與其 這樣計不如就 拿手這樣比 對不對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在哪個Surface 到底的 CURRENT 方向在哪裡 好嗎 所以 我們上禮拜就大概說了一下 每一個M 你就要想到一個小小的CURRENT 那 如果在那個材料裡面 CURR跟M不為0的話 你就會有這個 Malization CURRENT 那如果你是在表面的話 你會有Surface CURRENT 然後依這個來定了這個H的話 我們就有這個 安培定率 是CURR H的安培定率 那它就把物質的特性都藏在H跟D裡面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純粹的Conduction Curl 或是叫Free Current 我們等一下就馬上來做這個例子 那定了H之後呢 我們就很方便的 可以利用這個 安培定率 H的安培定率 使用Conduction Curl only 來計算這個H 然後再進階一點呢 我們就說 我們在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Material裡面 Linear Isotropic Non-Depressive Media 我們的M跟H會成正 那 E跟H也會成正 這是一個很好的Linear 然後Isotropic Non-Depressive 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們上禮拜講完 不過就這些而已 好吧 那我們馬上來做這個Example 4.4 來 練習一下 是說我們有兩塊無限大的平板 然後上面帶有小面電流 一個是往右邊的 要負的JS頂Y方向 一個是往左邊的 叫JS頂Y方向 然後這上面 是Z軸 還是我放在左邊 然後 好 所以這上面是一個無限大的平板 然後帶電流 那我們第一章的時候就講過 一個無限大的電流平板 它會帶什麼樣的磁場呢 你拿手一筆對不對 這邊就是進去的磁場 這邊是出來的磁場 對 對不對 如果說沒有下面這一個的話 你在這裡都是均勻的 然後你的場就會是2分之JS頂 H場就會是2分之JS頂 這邊H場也是2分之JS頂 那你下面呢 如果放一個反方向的話 這邊還是進去的 這邊就出來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進去的 在上面這個portion就抵消掉了 那你出來的下面這個portion就跟它抵消不了 所以你當有一個pair的時候 外部的場都會是0 那裡面的場咧 應該就是JS 可以嗎 然後是X旁邊 這跟那個 無限大的 帶Charge的平板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那時候我們也是在討論無限大帶Charge的平板 然後上面帶有表面電荷的情況之下 電流外面都沒有電場 只有中面才有電場 那現在是2邊是 流反方向的電流 它裡面會有磁場 上下都不會 講到這邊還可以嗎 我們這時通常也不可以 那今天我們在裡面 塞入了 物質 那它帶有這個 開念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這物質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使用我們這個 安培定律好不好 那使用安培定律的話 我們就要選一個路對不對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告訴你說 你H繞一圈 就會是你包住的電流 對 我們這邊現在是沒有隨時間變化的廠波能 所以我們這個把它DROP 我們H藏到一圈 就會是包住的電流 那假設我今天取這樣的LOOP 我包住了FREE的CURRENT 只有下面這一層 只有下面這一層 對不對 那我們到底包住多少咧 我們看我們這個LOOP 舉多大 我們沒有辦法分析得知磁場 只會進去跟出來而已 不會有這次支持的component 所以我們這個H的component 只有上面這一段有contribution 只有這一段有而已 因為我說外面長是0 你擺進去外面長還是0 它不會有影響 那這個直的 這不會有contribution 所以只有進去的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的 就是你上面LOOP的邊界 乘上這一段的長度 那你包住的FREE CURRENT 就只有這邊而已 那你這個長度是L 這是表面電流 表面電流它乘上 截面積的長度的話 就會是中電流 那你的磁場就會是JS S是進去的 那不管我有沒有放這個 磁性物質 或是我這個loop舉在這裡 舉在這裡 其實都不會影響這個結果 就不論你有沒有放這個物質 這個H長都是JS 可以嗎 那你H長是JS0 那我們遊戲就結束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跟 電廠那邊 的立體是一樣的 因為什麼東西都成正比 你H成 跟B之前成正比對不對 它就是差在這個μ 所以我們這個B 就會是μ0分之JS μ0分之JS 那這邊呢 就會是μ分之JS 對 那μ勒 就是μ0 1加開 JS 會寫太小 那我把這個 擦掉 那你的M 上面 上面 上面的M就是0 對不對 它沒有 它沒有 物質在那邊 中間的M就是開M JS0 好 到這邊你什麼都知道對不對 那剩下的你要知道說表面產生的Current是多大 你就把它跟這個 Surface的N做close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這個向量都補上去 沒有 這都是X方向 X方向的長 你要close這個N 它就會是這方向的Charge 這個Current 所以 深層的LangulationCurrent在這裡 是 上面的話就是4 下面有畫的是這 可以嗎 不是 我是不是在那邊寫錯了 齁 我是不是沒有連收到下面 覺得太準確 沒寫錯 我回來再想一想這個問題對不對 那我們一開始就知道說 原本這上下兩個板創造出來的空間 它就是H檔會進去的 然後就是JS 那我們放進來很多這個呢 如果它是鐵石性物質的話 也會生成很多跟它align的代口對不對 很耐的magnetic代口 就進去 也會生成很多進去的 小小的m 那這些小小的m呢 就會產生這些小路 那你手一筆就知道說 上面會生成這個方向的current 下面會生成這方向的current 那到底多大咧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H檔來做計算 不管你有沒有插入這個磁性物質 它的H的大小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只跟外面的conduction current有關係 那你知道H之後呢 B還有m都只是跟H成正比而已 那你得到m之後 這個小小的路可到底多大 你知道了 你再把它跟表面 Surface vector 做Pulse就可以得到它表面的current 這樣可以嗎 然後跟電的情況有一個不太一樣的是 裡面的B 事實上是被加強的 你看到外面的B 是μ0、JS0對不對 裡面是E加Cm的JS 所以當你裡面磁性物質的時候 內部的磁場反而是變強的 那我們在電的情況之下 我們家的direction 是想要cancel外家的電廠對不對 使得裡面的電廠變強 只是它沒有像導體一樣 可以完全cancel掉 那我們這邊磁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我們放出磁性物質的時候 它裡面的磁場反而是真強的 內部磁場是被增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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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個磁的情況跟電的情況 兩個字想一想好不好 那電那邊的時候我們就升層呆頭對不對 那一樣用D的高式定律器計算 然後就可以得到D 得到D之後 你的E跟P都成正乎 那你有P你就可以知道表面的hersend charge 然後這邊的邏輯也是一樣 我們先用安培定律來求的h 然後接下來呢 Beacon M都是成正比而已 那有了M就可以求的表面的surface current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它實際上會發生的事情 那跟電的情況一樣我們就只在乎表面 我們就把很多很多小小的current loop 簡化成只有上面跟最下面 就在表面才有current loop 裡面的current loop我們就不管它了 所以這兩種情況是非常像的 那希望同學可以兩邊做對照來想一下 有沒有還有哪裡不太清楚 好 那腳都沒有好吧 那我們就繼續 那我們進到我們的今天的重點 就是在物質裡面的微體 對 那經過我們前面三節咧 對不對 我們前面三節在講什麼 第一個 第二個 J等於sigma1 第二個 我們D等於ε1 第三個 B等於μh 如果前面三節你覺得讀起來很吃力 因為這個細節其實蠻多的 那你只要記錄這三個就好 我們在講的其實就這麼簡單 第一個 我們的conduction current 會正比於我們applied total field 那 我們在物質裡面的d 它就正比於f1 那我們在物質裡面的b 就正比於h 就等於μh 我們就把物質的參數 含在這三個裡面 一個叫sigma contactivity 一個是Action 對 一個是Bing 可以嗎 我們就把它藏在這三個裡面 那有了這三個之後我們再來推導一次 就是我們這個播放電視 那一樣我們從Massoe虛弦開始 我們還把Massoe虛弦再把它洗一次 所以用我們的Massoe虛弦對不對 所以我們啟動化學就知道了 那我們今天把這個換掉 換成Sigma1 然後D的地方呢 我以為把它換掉 F1 還有哪裡 對這裡 還有嗎 B要換成μh 所以我們用我們前三章講的這些 簡化的公式 我們把我們的Massoe虛弦改寫成這個樣子 它這時候只剩下1跟h 可以嗎 只剩下1跟h 那我們再來仿照我們那時候 推導的形式 來做一次Wave Equation的推導 不過在那之前呢 我們來想一下這一個 這一個看 我們等一下把它丟掉 我們說它會等於0 那先探討一下為什麼可以把它丟掉 如果 導體裡面 這個它就是導體或是 你各樣的物質裡面 到底會不會有V charge在那裡 它可以自由移動的場 會不會在那裡 我們來看一下 它隨時間的變化呢 所以 會跟Division C有關係 就是Continuity Equation 那我們這個J又可以換成Sigma E嘛 那這是我們剛剛得到的這個歐姆定律對不對 那我們Divergence E 那我們的高度是定律 所以當我們把 Continuity Equation 歐姆定律 還有高式定律 都帶到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發現 這張這個Rawaf 會隨時間而 decay 它會隨時間而 decay 那我F跟T有困難了吧 可是F就是T 所以在物質裡面 它的3 charge是可以存在 但是它會隨時間 decay 那 decay的程度跟你的Continuity 還有你的Direct constant有關係 那你的Continuity越高 它越接近一個金屬 越接近金屬 我們會認為說 裡面越不應該有Charge 它應該跑到表面去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你今天要試試一個Material 我們就看它多導電 越導電的話 它越快跑到表面去 假設我們今天 在乎的情況是 我們就把它放著 放得足夠久 然後這個很快 你看很快 或是我們放得足夠久 總之呢 我希望裡面是不要有 FreeCharge 總之呢 我們就這一項把它變成零 我們就這一項把它變成零 可以嗎 它在裡面會decay 我們就等它decay完 我們再開始做 我們要做的事情 可以嗎 好 那這項視頻之後呢 我們就來仿照 我們在推導波動方程式的時候做的事情 就是把其中一個做curl 你要curl1也可以 要curlH也可以 我們那時候已經都做過 只是得到一樣的結論 那我們就curlcurl1好不好 每一步 每一步的new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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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的curlH 那左手邊呢 就會變成 微點的divergence 然後剪掉lpartial 那curlH呢 我們再把它帶會有兩項 所以負的μsigma partial partial e partial t 那第二項是負的μx partial 平方 e partial t 平方 那divergence 1 我們說 我們希望它是0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 那partial 1 會等於μx partial 平方 partial t 平方 加上μsigma partial e partial t 可以嗎 那我們跟 在free space 就是第三章 前半段 講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把μ0更NAP0 變成μ跟NAP0 然後我們多了這一項 這項是之前沒有 如果把這項遮起來 我把這個改成μ0F0就會是我們之前已經推導過一次的 在自由供電就是沒有sauce的情況之下的wave equation 那今天我們是推導在物質裡面的wave equation 除了μF0變成μF0之外 我們多了這一個term 那這個算是相當關鍵的 我們看他能做什麼 那一樣我們這個c dimensioner wave equation看起來比較複雜 我們來用平面波的解 我們說咧我們的電廠 就是real part 用facer的形式 然後咧這個facer的電廠只在s方向 然後他只會跟z有變化 所以他就是一個往z發不給 或是滿方向發不給 x-polarized的平面波 這樣寫可以嗎 這是一個facer的形式我們說過 我們喜歡用facer來表示 這樣會比較簡單計算 那這個argument說他是在x方向有電廠 y方向z方向都沒有 然後他的電廠強度只跟z有關 跟xy的有關 所以他是一個平面波 往z方向傳播的平面波 有這樣的話我們就把它帶進來 看來我們剛剛的weave equation 這是我們剛剛的3 dimensional wave equation 看我會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用法我們先不管他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丟進去 丟進去之後 這個攬發顯 他只會跟z有關 所以只剩下一個像 他右邊咧 這t6為分 就跑出兩個j omega 這邊有負的 mu epsilon omega square 等一 那這個為一次而已 跑出一個j omega 對 z mu sigma omega 等一 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facer形式丟進去之後 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偷偷把這個畫丟掉 因為這個形式是不管你j omega t 是在哪一個時間點都要成立 所以這個形式 這代表說這個負數形式一定要成立 你可以想一想這件事 好 那我們 這兩個都是正比於電廠 我們給他一個新的 叫做gamma bar 這gamma bar 叫做compress population constant 他們版過 sq 就會是前面這個 所以它就會是前面那個的開根號 就是j omega mu 然後sigma加上j omega m 我們定義一個新的變數叫做 Compass propagation constant 他把前面這個都藏進去了 所以gamma bar的square就會是前面這兩個constant的加強 可以嗎?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你這樣寫的話我就知道他答案是什麼 這有一個政府然後往陣地划不給的波 加上一個政府往陣地划不給的波 還記得這個形式嗎? 對Z微分兩次是他自己 那他一定是個exponential對不對? exponential 那他以分手那個常數就會是gamma bar 你可以把這個對Z微兩次 你會發現他會出gamma square OK嗎? 所以你寫成這樣子之後 你就馬上知道他的均勻Ross solution 他可以是負的gamma bar 也可以是正的gamma 我來看一下這個phacer的形式 我們正義正在ωt 所以這個就會是往正地方向傳播的 因為他會是ωt-gamma barz 這個就是往負地方向傳播的 因為他是gamma barz加上ωt- 可以嗎? 這樣看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我們就把他真的變回來他原本的形式 就是把phacer 變回原本正義所有的形式 他就是phacer取real part 然後放回來取real part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比較方便的是 我們把gamma bar寫成α加Jb 我們把gamma寫成α加Jb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很方便把他變回來 結果呢 就會是a-αz cosωt-βz加5 然後加上b αz cosωt-βz加 這個就是θ 這是θ 這是百塊 然後這邊 這個a 是a-zθ 這個b勒 是b-zθ 對 好,給大家思考一下 好不好 我們剛剛得到Jr0手入選 不過他是複數Jr0手入選對不對 我們要得到原本實數的Jr0手入選的話 我們就是乘上UKONTOJMWKT取REALPART 那你要取REALPART的時候 你把這個剛好把第一層ALPHA加JBETA的話會很方便 因為這會變成ALPHAZ然後加JBETAZ對不對 我直接在這邊改好不好 你這個東西乘上有JMWT取REALPART 那你這個ALPHAZ就留在前面 它是一個DETAZ它就留在前面 它跟負數沒有關係 那後面這個負的JBETAZ 跟這個正的JMWT 就會變成COS的MWT-BETAZ 因為我起REALPART只剩COS在 那你前面這個AMPHAZ就留在COS裡面 那這個STAR A 就是前面的Managing 那後面這一項也一樣 這邊就是ALPHAZ加JBETAZ ALPHAZ留在前面 然後這個BETAZBETAZ的正幅也留在前面 那所有的FACE都藏在COS裡面 那裡面的FACE就會是BETAZ加OMEGAZ 然後加這個MI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這個 OMEGAZ-BETAZ 我們那時候已經講過了 它就是往正力方向PHAZ 因為隨著T增加 力要增加 裡面的FACE才會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TEMP就是往正力方向PHAZ 只是今天我們有了一個DETAZ 它越傳會越弱 因為它是往正力方向走的 所以這個對它而言是一個DETAZ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個TEMP OMEGAZ加BETAZ 這是一往附近方向PHAZ的波 因為T增加的話Z要減少 我們才會是同樣的FACE 那如果是往附近方向PHAZ的話 這對它而言也是個DETAZ 它往附近走會越走會越弱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形式 跟我們原本 原本沒有物質 就是Source Free的Solution比 最主要的差異就是這個DETAZ 其他OMEGAZ-BETAZ都一樣 裡面有個向角也都一樣 OMEGAZ加BETAZ裡面有個向角 跟之前的是一模一樣的 最大的差異就是這個DETAZ 這個DETAZ來源就是這個TEM 沒有這個TEM 沒有DETAZ 你只是把原本的光速換成這個 MuAZ 物質裡面的Velocity而已 但是不會有這個DETAZ 有這個DETAZ的原因 是因為你有了這個α 對不對? 這個α 就是從這個SIGMA來的 不過今天這個SIGMA是0的話 它就是Jβ而已 各位再仔細看一下這個 如果今天我們不管這個SIGMA 如果今天我們不管這個SIGMA 沒有SIGMA SIGMA為0的話 這個是0 J就跑出來了 對 OMEGA就跑出來 我抽抽起來好不好 這個就是Jβ 我們原本的Jβ對不對 那我們沒有要拉等於Jβ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物質裡面 有了Cannativity 它帶來了衰險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 電磁波為什麼在物質裡會越走越弱 就是因為它有導電性 物質沒有導電性 物質沒有導電性 物質往前傳遞是不會有衰險 可以嗎? 好 我們在這邊 再回來看一下 這個Alpha Alpha叫做 Attenuation Constant Attenuation Constant 那β呢 還是Propagation Constant 那γ呢叫做Complex Propagation Constant 它包含了Alpha跟β OK OK 那我們剛剛都只有講電場而已 那磁場咧 磁場 你看 你可以從 把AD定律來得值 好不好 那我們的結果咧 會得到 J OmU γ bar 然後 A bar γ bar 加上 B bar 正的γ bar 2P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得到一個 電場的GNR solution 那它對應的磁場 我們就要回到 安倍定律或法拉利定律都可以 那得到最後的咧 才會是這個形式 我們把前面這個TEN 叫做 ETA bar 所以這跟我們在 自由空間 就是Source 3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完全是成正比的對不對 你的電場的TEN 就除以一個ETA bar 這負方向Propagate 這邊要有一個負號 這邊要有一個負號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TEN 這跟我們之前的 是講的一樣的 正方向Propagate 磁場 就會是電場 除以一個ETA 那只是今天我們ETA是負數 叫做ETA bar 那往負方向的磁場 也會跟電場成正比 只是今天要除上一個Complex的ETA bar 這個反應方向還是存在的 這跟之前幾乎預模一樣 只是今天我都用負數來表示 然後除了ETA bar也是負數 這個叫做Complex Intrinsic Impedance HETA bar就是 JωMu除以Sigma加JωF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除以那個Gamma bar Gamma bar在那邊 除的話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它就會是JωMu除以Sigma加JωF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正幅跟向角的形式 就是ETA bar的正幅 加上一個相位 叫做Town 如果我們這麼做的話 我們回到Rio的磁場 就是Facer乘上以SigmaJωMu除以Sigma 它前面呢 它有什麼東西 它有一個正幅 然後除以上ETA bar的絕對值 對不對 然後它還衰減還是在 往前走越傳越弱 然後cos 它這邊是ωt-βd 然後它原本 A的向角叫做φ 只是這個時候 然後 它有一個 ETA的向角 叫做Town 那我們反方向的咧 一樣 有一個強度 除以ETA的強度 然後越傳會越弱 然後cosωt加βd 這樣才會往附近方向傳 然後原本的Face 然後跟電場之間有一個夾角 叫做Town 這事實上看起來很多 但是事實上我們已經了解很多的概念 第一 這就是原本電場的正幅 那磁場就是跟它有一個比值 叫做ETA 那今天我們就除以這個ETA的絕對值 那越傳會越弱 剛剛已經說過 那cosωt-βd 就往這地方向傳播 這個Data就是原本這個 這個波的Face 最後咧 最關鍵的是 今天電磁場不在in-Face 它有一個項目叫做Town 因為我今天的impedence它是conference 電磁場不在in-Face 可以嗎 那我們的負義方向環博的也一樣 我們有一個政府 然後除上這個ETA的絕對值 然後越傳越弱 然後ωt加βd 它原本的Face 跟像這個 跟電廠之間的相扭X 只是這是一樣 我們往負義方向的話 它必須是負 這樣子Ecos H 才會是往負義方向 好伸手啊 我不用那麼緊張 你都有錄影 好 應該把你好伸手錄下來 謝謝 那 這樣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就已經完全描述了 我們物質的電子波在物質裡面的傳播 這是回到real的閃流抽一種 但是同學最主要的 知道這個就可以了 好 我應該要把卡嗎 最主要是這兩個好不好 你可以把它補回來 這個 電章 你可以寫成正義方向爆肥核波 跟附地方向爆肥核波 那他們的尺廠喲 一樣是一個正義方向爆肥核波 就好了 那你要 你要回推原本的散流收一動 你就乘上10.9 J Omega T 曲率又放 他自然而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休息一下 幫我按掉 感謝